国际焦点我们先持续来关注到俄乌战争 现在已经打了两年了 俄罗斯持续的攻城掠地 目前已经占领了战略重镇阿夫迪夫卡 接着又持续的推进 拿下了附近另一座乌克兰村庄 所以乌军被迫再度的撤退 节节败退之下 现在乌国的总统泽伦斯基就几乎 需要美国高台贵手 在一个月内要提供600亿美元的军援 俄罗斯战机出动发射炮弹袭击 拿下乌冬战略重镇阿夫迪夫卡 而且俄军还在持续推进 乌军被迫再退后 现在甚至已从阿夫迪夫卡附近的 拉斯托奇基尼村撤退 遭到俄军大肆占领 俄罗斯成功占领阿夫迪夫卡 也成为普丁总统大选前的线令 不过战争研究所表示 这是俄军大量伤亡换来的 俄军人海战术不顾炮火 在旷野中推进四伤高达47000人 是阿富汗战争的两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呼吁 急需一个月内获得600亿美元军援 否则他怀疑自己 究竟活在什么世界 所以你所说的对美国的差异 是 这一年如果我们不会获得任何事 我们不会获得任何事 俄乌战争后 继芬兰去年4月加入北约后 匈牙利国会26号标决通过 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总统将在几天内签署生效 届时瑞典将正式成为 北约第32个成员国 同一时间 斯洛伐克总理声称 欧盟和北约部分成员国 正考虑派遣部队到乌克兰 但是却没有提供任何消息来源 引发争议 对于纳瓦尼狱中猝死 媒体透露 其实纳瓦尼快要透过换球获释 没想到重获自由前夕 普丁改变心意 也让纳瓦尼之死 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记者杨时序领情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在27号 在白宫呢 与国会的领袖召开了紧急会谈 讨论原物案 以及美国政府面临的关门危机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 他是承诺说了 不会让政府关门 另外美国总统大选声闻 拜登跟川普不约而同 计划在29号的时候 要前往美墨的边境 关注边境移民问题 好 再来看到大陆的全国两会召开前夕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昨天是在北京闭幕 那会议通过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案 人事方面 严先外界就预期说了 会议闭幕之后将会通过 并且发布新任外交部长 但是最终都没有相关的人事消息 出乎了外界的意料 同样受阻的就是会议公告 大陆的前外长 也就是秦刚 辞去了天津人大代表资格 似乎是有意要澄清外界的传言 而连同秦刚 这次一共是有11人 被宣布了代表资格终止 其中也包含了共军高层 所以显示了军中反腐还在延烧 好 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是来自马尼拉的惊险意外 华航有一架班机 原定是昨天早上10点55分 要从马尼拉机场起飞回台 不过就在停留机场时 因为一旁菲律宾航空地勤作业不慎 结果在引导其他班机后推的时候 擦撞到了停放在旁的华航班机机翼 由于可能会危及到飞安 所以华航选择改派另一架班机 所以延误的时间是将近了9个小时 改为当地时间晚间7点40分起飞 华航就表示了被撞的飞机 还需要当地进一步的检修 确定没有飞航安全之后才会飞回台湾 好 再来看到新加坡籍的这个是正姓女直播主凯蒂 日前她在台湾挑战了21天环岛 在高雄直播过程呢 遭人扔鸡蛋 结果最后被抓包完全是自导自演 与同行的薛姓男子 遭警方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但是没想到法官裁定都还没有出炉 就被移民署发现了 这两个人已经无预警的离台 移民署27号依法禁止两个人入台 那为期最重是五年的时间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